啊 放箭 林冲手段高潮 但却性格柔弱 为何会被金圣叹称为毒人 能忍天下难忍之事 毒不毒 能忍天下难容之人 毒不毒 万事算得到 做得切 为人熬得住 把得牢 能在王伦手下委屈求全 更能在关键时刻亮剑夺权 这样的人物绝对不能得罪 他会成为你一辈子的噩梦 只是林冲的这种毒 只针对不如自己的人 遇见潮盖 他杀了王伦 遇见宋江 他又远离了潮盖 就算有着绝对把握能杀了高求 他也只会听从宋江的命令 哪怕被窝囊到死 首次昭安失败 高求亲率大军征讨梁山 梁山领导层决定派遣得力干将 前往冀州诺战 斩杀高求几员大将 引得高求大军来攻 并将其团灭于梁山八百里水坡 只是 既然冀州之战在诺不在战 宋江派遣了胡炎卓和花容 这两位拥有带兵经验的武将出战 可以理解 可他为何还要派遣和高求 不共带天的林冲呢 万一林冲直接杀了高求 整个作战计划不就泡汤了吗 那宋江此举果真就是一时疏忽 当然不是 冀州诺战 目的在于打腾高求 逼着高求大军来攻 可忽炎卓和花容 都是坚定的昭安计划支持者 对高求乃至高求背后的朝廷 有着天然敬畏 他们会听从宋江的军令 但贯彻力度能不能达到宋江的要求 宋江心里没底 可如果让林冲参与进来 他定会不遗余力 猛攻猛打 斩杀高求几员大将 自然不在话下 逼得高求恼羞成怒 率大军来攻的可能性 更会大幅度提高 另外 从冀州诺战开始 林冲便开始沦为宋江的工具人 成为宋江为达朝安目的 而必须除掉震慑众人的对象 也就是说 派遣林冲参加冀州诺战 有着战略目的 更有着宋江的阴险用心 林冲的死局已定 冀州城下 林冲试杀高求 高求更想除掉林冲 以绝后患 两人之间真可谓仇人见面 分外眼红 就整个梁山而言 除了卢俊逸这位战力恐怖 道令人发指的所在 马上林冲再无对手 也就是说 如果林冲非要硬闯猛攻 胡言卓和花蓉是拦不住的 可在阻拦林冲向前的时候 花蓉有着这样一句劝说 林冲退了 再次忍下了万难容忍之事 这般人不窝囊固然窝囊 可狠毒到底狠毒 这样的事都能忍 这样的人都能容 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到 冀州之战大胜而归 为庆祝阶段性胜利 更为鼓舞全军士气 梁山隆重举行了庆功酒会 酒会上 最懂林教头心中憋闷的鲁智深 端久来到身边 劝人的基本原则 避开伤心之处 选择愉快话题 但请注意鲁智深对林冲的称呼 不再是曾经的师兄 而是类似官方称呼的教头 野出灵以后 鲁智深再无师兄 因为他看清了林冲的毒 可鲁智深到底是唯一的佛 许你无情 但不许我无义 眼见林冲如此境地 他还是愿意设身处地 真心安抚 就此来看 梁山无好汉 鲁达是真佛的说法 绝非简单说说而已 只是 此时的林冲 哪有什么心情喝酒 但凡能忍之人 都有一颗非常强烈的记仇之心 只是最终爆发的时间不同而已 林冲没有反应 脸上还是惯有的阴沉 看不出来是对宋江的怪 还是对高求的恨 鲁智深只得再给一句 我就是没有杀了那个高求老贼吗 他跑不了 迟早是你林教头的刀下之鬼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吧 林冲杀不了高求 自然会心中憋屈 但他更是名扬天下的 八十万进军教头 武艺高强 战力强悍 如此人物 却仍未报了仇怨 脸上会挂不住 更会担心被人耻笑 而鲁智深的这句话 既安抚了林冲心中的怨恨 又考虑到了林冲的切实感受 算是真正说到了林冲的心理 于是林冲找到了台阶 就好像高求被擒上梁山以后 林冲还有大局为重的台阶一样 晚中酒一饮而尽 悲惨命就此注定 记住战败以后 高求果然决定率军直取梁山 战前他找到水军统治刘梦龙 来了一次领导和下属的深入交流 刘将军 听说你的名字颇有些来历 领导找下属谈话 一般都会有固定的话题切入模式 或是家庭情况 或是学历履历 再或者是个人信息 这种方式能够拉近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更能营造一种轻松的对话环境 当然刘梦龙的名字到底如何而来 高求并不在乎 他只在乎征讨梁山的最终结果 于是话题顺势转移 目的逐渐凸显 突出对方的优势 强调对方的战绩 目的在于将刘梦龙驾到一定高度 逼着刘梦龙就梁山水战给出承诺 并努力实现之 刘梦龙果然进入高求设定的语言陷阱 立马给出表态 英雄不提当年勇 再次为朝廷效力 刘某深感荣幸啊 刘梦龙的这句话没有毛病 但高求的目的仍未达到 刺激仍要继续 陷阱还要神发 梁山贼寇 常年占据水坡 有地利之变 刘将军不可小事哦 刘梦龙正儿八经的水军统治 而且还曾有着耀眼战功 哪能瞧得上梁山水军 哪能受得了高求这么一击 于是高求最想听到的回答出现了 刁民草寇 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只能打几条鱼而已 若论水战 怎么能和刘某人的水军 同日而语呢 好 行了 高求等的就是这句话 这可是你说的 口气大不如本事的 希望你能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 梁山水战一触即发 宋江携梁山领导层 清零前线 镇前动员 就梁山领导层的全职划分来看 宋江总案梁山全局 卢俊逸类似镇前总指挥 而无用 则具体负责参谋和思想工作 镇前动员 属于无用的工作范围 无用自然要首先发言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梁山水军称雄扬威的日子 到了 这句话看似简单 但却包含了对将士们的基本要求 更有激励将士奋勇杀敌的具体理由 为何要奔赴前线 兵之基本职责 养兵千日之该有回报 为啥要奋勇杀敌 兵之基本追求 称雄扬威之必须条件 镇前动员结束 纵将给予总结性发言 只有四个字 拜托各位 文学著作影视作品中 这句话是大军统帅镇前动员的 常见用词 可这句话究竟有着什么目的 一 为将士们找奋勇杀敌的理由 奔赴前线奋勇杀敌 总得需要理由 这句拜托就是告诉将士们 为我而战 为梁山而战 二 表达对将士们的尊重和爱护 奔赴前线 性命攸关 统帅不可冷漠是之 这句拜托就是 统帅基于前线危险 而给出的愧疚和心疼 三 强调战士的关键 突出将士的贡献 强调战士的关键性 才能唤醒将士们的杀敌之心 才能让将士们明白 自己奋勇杀敌的贡献之大 只是战士的关键性该如何凸显 宋头领都拜托大家了 还不够关键吗 抛开原著 就电视剧的人物设定而言 梁山水军的控制权 掌握在阮小二的手中 领导给出了具体要求 阮小二自然要代表梁山水军 给出表态 一定让那个刘孟龙好好尝到咱们梁山水坡湖里的滋味 刘孟龙的水军驶入水坡 梁山先有几条渔船侦察 并以打鱼动作掩护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有了这几条渔船 梁山就能精准掌握梁梁龙水军的动态 掌握战场主动权 就表面特征而言 梁山水军并无统一的制式的军服 这是迷惑刘孟龙的天然优势 刘孟龙甚至都分不清 哪条船是梁山水军 哪条船又是打鱼的普通渔民 寸功目标都不明确 你还打个什么仗 就战场环境而言 梁山水军对水坡胡道 甚至每棵水草都极为熟悉 而刘孟龙的水军既无战前侦察 又无前锋部队 骄横跋扈横冲直撞 一头扎住了八百里水坡 非要争当骄兵必败的典型案例 另外刘孟龙的作战船只虽然大 但水战的取胜关键在于战场机动性 梁山水军就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动用小船 而且梁山水军还充分发挥了精通水性的优势 对方进攻便浅身水下 对方萧挺就立马短矛刺吼 始终控制着战场节奏和杀敌效率 于是刘孟龙败了 而且是全军覆没 今生一人一船狼狈滚回冀州传星 接连两次战败 高求非有亲自率军进攻梁山 血染梁山湖水 猛催看官眼泪的大决战 一触即发